美加地区几天来受到了极地寒流侵袭 频频创下低温记录 加拿大亚伯达省周末才创下了摄氏 零下51度的超低温 居民在空中洒废水就瞬间截冻 任何食物拿到户外也马上截成冰块 美国则是以大成芝加哥气温最低 这几天出现零下20度左右的低温 在超低温的加拿大户外 洒滚水有如孔雀开瓶 热水瞬间化为粉状 在空中画出美丽扇形 周末创下摄氏零下51.5度低温的亚伯达省 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冰箱 打蛋瞬间停革 就连刚煮好的面条和卷筒卫生纸 也成了装置艺术 南边的美国也不好受 极地寒流南下首当其冲的芝加哥 民众仍然包紧紧 出门欣赏冒白烟的密西根湖 有人上衣一脱 体验极限冬涌 东岸各大城倒是有不少人开心 看到雪荒终结 这是华府728天来 首次降下超过一英寸的雪量 迫使联邦政府机构停班 民众纷纷聚集到广场打雪仗 费城同样终结两年来雪旱 没看过雪的小小孩 当然比大人还兴奋 家乡就是这个味道 同样迎来降雪的纽约州 当地水牛城动物园的北极熊 开心在雪中打滚 不过极端天气发威 犹他州则是上演惊险的动物救援 掉进冰湖的狗狗紧张到不停挣扎 还好有猛的消防员 不慌张 有耐心 让狗狗脱离刺骨的冰水 这波寒流让南部路易斯安那州 也降到零度以下 道路桥面结冰 紧急封路 各地停班停课 让富热带气候带的美国南方民众 对抗罕见的寒冬挑战 张立德编译